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读分析 我是沈澄澄 谈起美国梦 往往就会想到奋斗史 那主要内容就是说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 来实现社会阶层的一个向上流动 可是呢最近的数据就显示 中产阶级如果想要将自己拉高到 下一个收入阶层这一个趋势呢 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美国国内政治呢 在最近一个多月内的几个动向都表明 留给拜登做出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呢 已经是所剩无几了 随着明年中期选举日益临近 美国将迎来新一轮 对其制度正当性的一个冲击 观察者往日前就刊登了李全的文章 被掏空的中产阶级 还相信美国梦吗 在文中就提到啊 这个拜登在9月16号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 美国经济已经面临一个拐点 到底是继续延续过去40年的模式 让美国大公司和富豪获得绝大部分的收益 还是转变结构 让经济发展更多的汇集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 美国目前面临着关键抉择 拜登提到2020年 美国最大的55家企业的利润达到了400亿美元 但是借助于税收的漏洞 这些公司一分钱的联邦税都没有交 白宫预算办公室随后还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从2010年到2018年 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仅仅为8.2% 远远要低于美国中位数的收入家庭的14%的一个平均的税率 而仅仅是在去年 美国700位超级富豪们的资产就增加了2.1万亿美元 自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 联邦政府一共施行了三轮直接补贴措施 覆盖了大约是6200万个家庭 那总共花费大致是9800亿美元 两项比较 如果这几百个超级富豪家庭 仅仅拿出他们一年的财富增加值 就可以让联邦政府给超过至少是1亿人 再补贴三轮都绰绰有余 很显然 美国不是没有钱 而是钱去了不开去的地方 那面对这个严重失衡的分配格局 和捉襟见肘的联邦财政 参议院财务 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主席 罗恩怀登在10月27号 就提出了一项所谓的亿万富翁税的动议 希望对富人们所持有资产的 未实现收益来征税 以便支撑民主党的基建和社会支出计划 可是这项动议被抛出不到一天 拜登就改变主意了 在10月28号他提出的缩水版社会支出法案里 亿万富翁税完全就不见踪影 妥妥的见光死 以奥巴马和拜登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 既希望于在不触及大资本的根本利益的前提条件下 通过改革税法和调整社会支出方向等这些方式 来缓和美国内部的一个阶级矛盾 2007年当时还是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 就曾经前往威斯康辛州的简斯维尔镇 发表了针对汽车行业的一个讲话 那表示不仅要重振美国的一个制造业 而且许诺当地通用汽车公司的制造厂 还会继续运营100年 由颜在奥巴马2008年上任之前 简斯维尔的汽车制造厂 就在当年的12月圣诞节前停止了生产 继而被逐渐的关闭 奥巴马当年各种措施都没有成功 那拜登现在看来成功的希望也非常渺茫 背后原因皆在于美国在过去40年当中 跌入了所谓的橄榄型社会陷阱 那如果我们把美国所有家庭按照收入 从高到低的排序 并且统计每个收入区间的一个家庭数量呢 可以看出啊 这个中间收入的水平的这个家庭数量是最多的 这个呢也是基本符合所谓的一个 橄榄型社会的一个理论的预期 那根据数据呢 前20%群体的这个总财富啊 占比是超过了后20%至80%的财富的总和啊 而且呢其中顶层5%的这个人群的总财富的占比呢 就达到了23% 那表面上的这个橄榄型社会掩盖的实际上是一个 倒金字塔形的一个不稳定的分配结构 而自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生活方式日益金融化以来呢 房贷 车贷 教育贷 消费贷 工资贷等等金融工具 都逐渐演变为逆向再分配的聚敛机制 那加上这个医疗和保险费用现在是快速的增长啊 中下层收入中的更大的这个份额是被医疗开支所消耗 那客观上呢也是同样形成了财富的逆向流动机制 不仅美国曾经自以为傲的所谓的中产阶级 现在被掏空导致空心化 而且整个上层建筑现在也是日益退化为 寻租型财阀政治 那对于美国普通民众而言 美国梦和美国例外论是支撑其国家意识和 国民心理建构的两个重要支柱 随着中产阶级空心化和财阀政治日益固化 当下美国国内关于美国梦的破灭和美国例外论的讨论呢 也是越来越多 就像学者赵天阳的见解 美国梦的精神原则是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 平民主义 实用主义 竞争主义和征服主义 那一般呢也是被理解为最大化的一个个人自由 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 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 曾经呢在一定时期被认为是全球公众共同的梦想 然而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没有能力承担如此昂贵的梦想 好非常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深读分析 我是沈澄澄 我们下期再见